哈囉大家好 我是Nick 我現在人在岐阜縣的高山寺 高山寺其實是日本全國最大的一個寺 不過這個寺有個特色就是非常多的山 山大概佔了92%左右吧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高山的市區、市街、老街這邊走走 除了昭市之外還有一些當地的特色建築 還有鎮屋等等的一些古蹟 我們今天去完高山之後 會直接去夏侶溫泉住一個晚上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出發吧 有多久了 這天有多久一點 還有這個影片的影片 被手放在這個影片 這麼多多的影片 還是豪華的歡迎 也許是賺羅勇 這個影片是有影片也許會在此 在我們的影片下方 他的影片是誰 run-a-r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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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年夏天日本的天氣一直不是很穩定 直到最後一刻才決定要出發 來個說走就走的高山之旅 從明谷屋上高速公路 自駕約兩個小時左右 即可到高山市區 不開車的朋友也可以搭乘JR哦 這邊是前往公川的一個小秘密的小道 小境 然後我們這樣走就可以看到一個很漂亮的 吸水非常清澈 然後對面就是公川招式 對啊招式還有啊到12點啊 如果時間充足的話 可以開到更北邊的飛駝市 欣賞飛駝古川的美麗街景 那我們今天就把重點放在高山市 在眼前的就是相當優美的公川 河川的東岸便是非常有名的招式 那我們現在在公川超市 然後它就是在旁邊有一條公川 它這邊好像每天早上才有 到中午12點就結束了 所以要早上過來走走 就賣一些他們當地的一些農產品 還有一些手作的東西 我們去看看吧 這次可能來的晚了 加上疫情關係 招式感覺冷清不少 食物的攤販少了許多 我想可能是因為人潮太少的關係吧 大多是些手工藝品 其父北邊的水質不錯 自己也買過這裡的第9 種類相當多 可以多走多看多試喝 再決定要不要買喔 肚子有點小餓了 加上這次的旅伴超愛五瓶餅 我們找到了一家評價很高的店 店內很有自己的特色 除了販賣點心飲料 也有販售自家烘焙的咖啡豆 這裡賣的五瓶餅味道有點不一樣 醬料比較沒那麼甜 但胡麻味道特別重 因此吃起來也特別焦香可口 那我們剛剛吃完其父這邊的名產五瓶餅呢 就來高山老街這邊散步走走 那現在在我身後呢 叫做櫻山八番宮 那因為這邊其實寺廟跟神社都蠻多的 其實就吃老飯啊 散步啊 逛逛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然後重點是路很寬敞 然後很乾淨 人也沒有很多 我們就一起去走走吧 然後大家有看到嗎 這邊有一個叫做高山季屋台會館 其實高山季呢 是祈福縣這邊非常有名的祭典之一 那有春天的祭典也有秋天的祭典 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暫時都沒有了 然後這個會館裡面就會展示一些 就是高山季歷年下來的一些歷史文物 霧打霧撞剛好遇到神公正在舉辦風靈祭 但今天風超大 風靈吹起來的聲音還真的是有一點吵 好 好 好 那除了老街的部分呢 它有一区是比較現代像商店街 那我們現在要去吃午餐了 午餐的話就來吃這邊當地有名的Sofar 不過剛剛看照片好像比較像醬油拉麵吧 那不管怎樣我們就趕快去店裡看看吧 現在來到店門口了 不過有點傻眼 沒想到疫情下還是有需要排隊的店 那因為這家店評價真的蠻高的 所以我們就花點時間等待一下 然後再去吃吃看看它好不好吃 起富這一代的美食 除了必吃的飛駝牛 預算不夠的朋友 不妨跟我們一樣來享用一下高山拉麵 雖然需要排隊 但出餐的速度相當快 看著眼前炙燒的叉燒香味撲鼻 坐在吧檯的我真的口水都快流出來 湯頭雖然是以醬油為底 豚骨跟魚介所熬出的湯頭 完全不會死鹹跟油膩 麵條也是Q彈有勁 而且一定要加點他們家的半熟蛋 真的超級好吃 可以說是非常難忘的一餐 剛剛吃完soba呢 其實大概排了二三十分鐘 但是我覺得蠻值得 因為真的像評價所寫的 真的還蠻好吃的 吃飽之後呢 我們終於要來到今天的重頭戲啦 就是高山這邊的老街 那這邊老街真是蠻有風味的 我還蠻喜歡這裡的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那這邊老街其實蠻多條的 那最熱然後最有名的 就是這一條三字錠 那因為這一條呢 就是左右的商店蠻多的 然後就賣了很多 只有當地自己的手工藝品啊 還有當地的地酒啊 一些紀念品還有食物 我覺得這邊的老街啊 就是蠻多就是當地的酒 他們叫做地酒 然後其實他們都有些試雲啊 所以呢像我開車來的話 就沒辦法隨心所欲的喝了 所以呢假如是搭電車來玩的話 或搭巴士來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 喜歡酒的朋友 應該會蠻喜歡這邊的 然後這是這邊的吉祥物 它叫做Salu Bobo 蠻可愛的名字 而且非常多種類 有每個祈福的顏色呢 都是不一樣的 然後現在很不幸呢 就下起了雨 所以遊玩的興致就有點被打亂了 那現在在我身後呢 是蠻有名的高山鎮屋 然後是日本 也就是現存唯一 就是江戶時代留下來的關代府 對也就是他們的政府啦 對啊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進去看看 因為我之前竟然看過了 我們這次就不特別進去了 好 就是高山正烏這邊前面有名的 它叫做正烏伽istentoro 就是高山的 粟子 你打吃看 虽然Google map上评价蛮高的 酱汁味道比较偏咸 团子比较偏软 个人觉得不用特别去吃 这样还吃不够 我们决定来个下午茶 找到一家评价很高的日式喝果子百年老店 除了夏季限定的双麒麟 还有可爱的猫馒头 吃饱喝足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最后的景点啰 没错我现在就到了日姿神社 然后在我身后的就是参道跟它鸟居 然后其实开车来的话呢 它上面还有一个停车场 所以其实可以开上来的时候 再下车会比较方便一点哦 然后走上来呢 在我身后呢 有个日姿神社的大山树 然后这棵山树呢 年龄高达一千年 真的是非常高耸 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高山市的市街的一日游行程 那其实这边我觉得非常适合安排 有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在这边 然后晚上就可以往南边开 开到夏旅温泉 没错就是我们今天要下榻入住的地方 就是夏旅温泉 然后泡个温泉呢 隔天呢再悠悠闲闲的回到明谷屋 夏旅温泉的影片呢 我之前有拍过了 别忘了点这个资讯栏的地方呢 可以看到夏旅温泉的影片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旅游行程 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分享 订阅频道才不会错过每周日本精彩影片 哦对了 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 在那边会有更多我在日本的生活点滴 还有旅行的记录哦 那我是Nik 我们下次见 拜拜